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间我数次想起身解释一下 都被女警员不善的眼神给瞪了回去 好 俺不说话 没过一会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刚才还对我横眉冷队的女警员煞食笑意盈盈地迎了上去 沈队你回来了 人都抓了 这娇滴滴的声音 和我刚才听到的是一个人吗 我只管低着头 只是还没等到那个沈队开口 眼前就站了个人 许清清 Oh my God 这该死的熟悉 这无力的宿命 我缓缓抬头 正对上那人沈氏的桃花眼 嗯 好久不见呀 沈宴 还有什么是比扫黄扫进警局 遇见前男友更尴尬的是吗 我想变了前二十几年所有开心的事 才忍住没当场嚎出来 沈队 你们认识吗 那名女警员困惑的小眼睛在我们两人之间打转 我本以为以沈宴这个死要面子的性格绝不会开口 谁知我倒真是低估了我们的情谊 她面色如水波澜不惊 前女友 不光小女警 周围一圈的警员甚至一同被抓进来的同行们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们 似乎在想为什么一个警察的前女友会是我这种人 我说我是冤枉的 你信吗 我眨拔着自己那双大眼睛 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她从前最吃这一套了 果不其然 沈宴松了松嘴角 跟我进来 沈对 那个女警想说些什么 却被沈宴直接无视 我唯唯诺诺地跟着她进了审讯室 坐定 好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 又进来几个警察 那个女警也在里面 解释一下 沈宴懒懒散散地开口 精致的眉眼一如往前 只是那双总是默默寒情望着我的桃花眼 此刻却没有多少光 心吓一通 难道不是我亲手推开她的吗 我筹错了一下词汇 缓缓开口 哇 所以你是记者 卧底到里面去获取情报 小女警一脸 你仿佛在逗我的表情 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会所是一个以酒吧 为掩盖的牛郎会所 里面的服务人员都是男人 招待的客户都是富婆 而我作为报社最符合人设的 自然就肩负起了众人 你觉得我有这样的前男友 还会去找那些人吗 她看看沈宴那张帅的人神共分的脸 再想想外面那群姿色平平的鸭子 不得不相信 你还真是和以前一样 沈宴不嫌不淡地开口 语气里却颇有嘲讽 彼此彼此 我不该示弱地回怼 以前在一起为她提心吊胆的还少吗 坐下笔录 在 不等雨落 外面传来一阵小孩的哭闹声 放大的铜音哭喊着叫妈妈 我忙站起身推开门 果然是我那虎头虎脑的大儿子 狗蛋 妈妈 我那几十斤重的大儿子 迈着小短腿 飞速地朝我扑过来 差点给我怼一个屁股蹲 我努力稳住身形 抱住他肉乎乎的小身子 呼噜呼噜他的头发 狗蛋 你怎么来了 是季叔叔带我来的 小家伙探出脑袋左右看看 突然跳出我的怀抱 挡在我身前 警察叔叔 我妈妈不是坏人 季叔叔说我妈妈 是他们公司最有钱的富婆 所以派他去拯救世界的 呃 儿子 倒也不必这么实诚 刚想抬头尬笑一下 突然看到沈彦那探究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前的小肉团 我跨不上前 挡在儿子身前 堵了个严严实实 小孩子瞎说 别计较 这孩子 警察同志 季峰 我的老板 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季峰真不愧精灵狐狸这个称呼 一把握住沈彦的手 就生动地开始描述 警察同志 是我报的警 许清清是我们报社的记者 因为职业需要我们让他进去采集一些素材 但是我担心他的安全 所以在他进去一会后 就报了警 呜呜呜 我的好老板 担心我的安全 干嘛还让我去呢 呵呵 你个大奸商 沈彦不动声色地把手抽出来 眼神又越过季风看向我 你们知道 这种行为有多危险吗 倘若我们今天去晚了或者没去 你怎么保障他的安全 放心 他是VIP 他们是不敢强迫他的 季风还颇为洋洋自得地说着 丝毫没注意到沈彦那张黑橙锅底的脸 他几步跨过来走到我身后 蹲下来和狗蛋平视 小朋友 这是你妈妈 他说着指了指我 狗蛋一脸懵懂地点了点头 沈彦抬头看了看我 喃喃着 是挺像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狗蛋 嗯 我承认这名字起得多少年草率了 大名是什么 沈彦耐心十足地继续问 我一把捂住狗蛋的嘴 生怕这些傻白甜 吐出什么了不得的话 他不知道自己的大名 我一般都叫他狗蛋 他几岁了 沈彦步步紧逼 那双亮的发黑的毛子 紧紧盯着我 四岁 他四岁了 呜呜呜 狗蛋被我捂着嘴挣扎 他想说他五岁了 老实说不能撒谎 许清清 你可真行 他这话说得咬牙切齿 分明是控诉我 分手不到一年 就飞速结婚生子 还行还行 此刻的我 只想快点逃离这里 逃离沈彦 求助的目光投向季风 后者伤到地开口 警官 你看他还带着孩子 就先让他回去吧 该了解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配合行不 这个应该是不合规矩的 但也许沈彦也不想再看到我 大手一挥 轻飘飘地放 我们走了 一出门就看到我那辆大红色的跑车 我急忙把儿子抱上去 飞速逃离案发现场 我和沈彦是校园情侣 她家从政我家从商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算得上是狼才女貌天作之和 可她的母亲看不上我家爆发户 以我父亲恶性商业竞争的证据为条件 逼我离开她 那会虽说爱得情真意切难舍难分 但她终究抵不过我的家族 我提了分手 绝情地出国 彻底和她断了联系 也是出国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也发现我是真的很爱她 独自一人生下孩子后 过了两年才回国 第二天一早 先送狗蛋去上学 却不成想一出小区 就碰到了那个意料之外的人 沈彦 你怎么在这儿 眼前的男人换下警服 穿着简单的黑衣黑裤 修长挺拔的身姿 吸引了周围无数小姑娘的注视 沈彦看我一眼 不自然地提了提手上的袋子 我在这儿住 出来买早餐 在这儿住 我都搬过来住了三年了 怎么从未见过她 沈彦也不理会我的诧异 蹲下身子看着狗蛋 勾起一个自认为和善的微笑 狗蛋 你要去上学吗 狗蛋 叫沈叔叔 我急忙拽过小家伙 把她的口罩往上戴了戴 狗蛋往下拉了拉快遮住眼的口罩 奶声奶气地开口 沈叔叔 真乖沈彦摸了摸狗蛋的头 把手里的早餐递给我 买多了 你吃吧 不用 我过会去公司吃点就行 拿着 沈彦不容拒绝地把袋子塞我手里 接着又看向狗蛋 狗蛋你爸爸呢 怎么不去送你 阴谋 我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我和她爸爸离婚了 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狗蛋虽说不明白我这么说的意图 却也只是瞪大了 那双圆滚滚的眼睛看着我 沈彦似乎并不惊讶 只是若有所私地点点头 那我们先走了 狗蛋上学快迟到了 说完不等她再开口 拎着小崽子就往车上一扔 狗蛋的幼儿园离家并不远 是一所贵族学校 即使没有沈彦 凭借我父亲的财力 她也顺利地入学了 送完孩子后 我就直接去了公司 昨晚的素材还没有整理 季峰颇有几分言语地看着我 许大小杰 你和那个沈队长什么关系 昨天晚上 他明里暗里向我打听了你不少事呢 什么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沈彦这个狗贼 怪不得昨晚上放人放得那么痛快 也没说什么 季峰抿了口咖啡 就是你的一些基本信息 人家说是工作需要 我也不能不说吧 工作需要 个屁 他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 话说人家沈队长 可是警局最年轻的行政队长 还是个官二代 听说可有本事了 季峰说着 看看我的脸色 狗蛋那个大名 我及时打断他 季老板 你派我去卧底这件事 我还忘了跟我哥说呢 这家报社实际上是我哥名下的 季峰只是他屁来管理的 因为我这个妹妹胸无点墨 所以只给我个二把手的位置 季峰一听 我拿他老板来压他 顿时晋升了 嘴里小声嘟囔着 罪恶的资本家 无暇跟他斗嘴 现在不知道 沈彦有没有怀疑狗蛋的身份 我只想离他越远越好 只是还没等来下班 倒先等到了警局的传唤 还是那天那个小女警 她对我的敌意比之前更甚 我知道她叫王熙 应该算是沈彦的迷妹 季峰去了一趟警局 甚至连人家队里的警犬 叫什么都不清楚了 我无所谓地跟着她去了警察局 短短两天已经来了两趟了 再次踏入时 内心毫无波澜 直到 沈队长 哈哈 好巧啊 为什么 她一个刑侦队长 还管扫黄的是吗 不巧 我专门来找你的 王熙上前挡在我俩中间 企图阻隔 我和沈彦 但她个子娇小 比我都矮了一截 更不用说身高188的沈彦了 沈彦眉头微皱 眼神却仍旧直勾勾地看着我 王熙 你有事吗 这冷淡的语气 怎么听得我这么爽呢 极力压制住上阳的嘴角 只见那小姑娘有些倔强地抿着唇 头使劲抬着指示沈彦 沈队长 我来审她就好了 不用 这是牵扯到我们的工作范围了 我亲自审 说完就绕过她 一把拽住我的手往前走 身后传来小姑娘气急败坏的叫喊 沈队这样 也不怕伤了人家小姑娘的心 我笑着打趣她 沈彦却只是斜斜地冷腻我一眼 那也比让别人伤我的心好 好家伙又卷自己身上来了 俺不说话了 自从做了母亲后 我发现自己的包容心比以前大多了 看沈彦如今的样子 也像是看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少年 反正本来也说我对不住她 见我不说话了 沈彦赌气般地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常年握枪的手钻的我手腕声疼 到了沈逊室放开我时 手腕上已经红了一圈 在白皙的肌肤上显得触目惊心 沈彦看着正愣一顺 抱歉 没事 沈队长有什么想问的 就快问吧 我自顾自地坐下 撑着脑袋等着她 沈彦在原地站了会才过来 一本正经地开始提问 中途王熙也进来了 瞪了我一眼 就坐在了沈彦旁边 拿出本子记着什么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季风发现的 她知道的应该比我多 今天找我也问不出更多东西 我看了一眼手机 突然想起什么了 幼儿园快放学了 我得去接孩子 你们问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警局离幼儿园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也不知道这会去能不能赶上 王熙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 头也不抬地继续写着 许小姐的先生呢 可以让孩子爸爸去接 我们这儿还有些细节 需要和你对一下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别的我不知道 不想再和她废话 我拿起手包就打算走 许小姐 现在这个牵扯到了命案 我们希望你能配合 我 我去接吧 孩子在哪个幼儿园 沈彦边说着边拿外套 王熙一听却急了 可她很明显 也不想让我和沈彦单独相处 不用 我自己可以 现在正是下班的点 以你的车技过去 也得黑天了 以前在一起时 就总是她开车 因为我是个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 才开了几次分 就扣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车技很好了 我嘟囔着 沈彦却不理会 走到我面前 哪个幼儿园 小皇冠幼儿园 大名是什么 你叫狗蛋就行 你想让她的同学们都知道她叫狗蛋吗 沈彦不急不许开口 一语中地 狗蛋只是开始叫着顺口 就当小明叫着了 我去幼儿园从来不叫她狗蛋 就是怕小朋友们会取笑她 我 徐 许时恩 我一字一顿 自证腔圆地念出来 沈彦文言眉毛挑了一下 许时恩 她读得有些快 就像是徐沈 好名字 有什么寓意吗 我看着她那双似乎含笑的桃花眼 心念一动 纪念前男友的 沈彦的脸色又冷了下来 那你前夫还挺大肚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呵 阴阳怪气什么呀 王熙在一旁听完全诚 沈彦前脚刚走她 接着就开口 徐小姐 你和沈队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你应该知道吧 况且你现在还带着孩子 还是注意点影响比较好 前台词就是离沈彦原点 我被她这家枪带棒的话逗笑了 走进两步低头 看着这个比我矮一头的小姑娘 圆圆的脸蛋 不太大的眼睛 皮肤是典型的黄皮 嗯 怎么不算可爱呢 所以呢 你和她什么关系 许是没料到我会问这个 她明显争愣一瞬 接着捅了捅那干瘪的小胸脯 给自己骨气般开口 沈队是我爸认定的女婿 那你爸是她认定的老丈人吗 我紧接着她的话问上 沈彦根本不喜欢她 这我随便扫眼就看出来了 小姑娘心虚地一开眼神 反正我会追到她的 这一腔热血的样子 倒真有点我当年的风范 当初在学校 也是我先追的沈彦 不过当时她对我是偏爱 无需耗费太多功夫 我们就在一起了 她对我极尽宠爱 知道我爱吃醋 所以对别的女生 一向是敬而远之 当时谁人不知 一中校草审宴 有个放在心肩肩上的人 年少的美好 总是值得人回忆一生的 只可惜 我们的分开并不体面 要不 要不也是当不了朋友的 刻骨铭心爱过的人 怎么只甘心当朋友呢 见我不说话 王熙以为我被她的决心吓住了 洋洋自得地看着我 反正你们是绝无可能的 她怎么会帮别人养孩子 我看着她不怒返校 我这人从小浇灌着长大 听不得别人多说半句 缓缓开口 我最懂拿捏命门了 你知道她 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吗 我细细抹扎着 自己大红色的美甲 温柔笑着 为什么 王熙也许是真的好奇 放下手里的东西看着我 倒像个虚心向前辈请教的好学生 不过 我也真算是她的前辈了 我缓缓靠近她 故作神秘地开口 因为我漂亮家是好 什么 王熙的脸 肉眼可见得红了 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情绪 是自卑 从她见我第一面所展现的情绪 我就知道 她在自卑 尤其是知道 我是沈雁前女友时 也许狗蛋的存在 让她觉得我们不可能 但那敌意是收敛不了的 我自认也算是上等的美人 毕竟这一身的精致 都是我爸妈从小拿钱砸出来的 这也是我现在 为什么能肆无忌惮的理由 我本不想这么恶毒地 刺激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但是她说出的话 我是怎么听 怎么别扭 沈队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王熙红着脸开口 不知是对我说 还是安慰自己 看 她也没法反驳我 肤浅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你喜欢她 难道没有一点 是因为她的皮囊 我看着她憋成猪肝色的脸 心情大好 并且 你觉得你比我这个前女友 更了解沈雁吗 沈雁爱美女在我们学校 那是出了名的 我并不是她唯一的女朋友 她当时的迷妹 能从这儿排到我儿子幼儿园 但能和她在一起的 无一例外都是美女 至于我为什么能和她在一起 时间最长 大概是因为 我有俩臭钱吧 我边说边看王熙的脸色 果不其然 对不起了沈大队长 就让我过过嘴瘾吧 其实我和沈雁 都是彼此的初恋 从高中走到大学 她身边没出现过 我以外的第二个女生 但她爱美女这个可不是冤枉她 毕竟当时我也是远近闻名的笑话 就算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又怎么样 我不在乎 王熙一副大情种的模样 只给我看笑了 妹妹 你在不在乎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 沈雁在乎 你觉得有我这样的前女友 她会看上你吗 怎么这么像电视剧里的 恶毒女二 威胁柔弱女主 心里默默地唾弃一把自己 小妹妹被气搓了脖子 仍旧不服输地对视上我的毛子 那她也不会看上你 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二手货 看来真是被气得口不择言了 我还没开口 一个肉团子就率先扑了上去 不许你说我妈妈 你这个坏女人 狗蛋 我把挂在王熙身上扑腾打闹的儿子抱过来 看着她气得通红的小脸 有些懊恼 怎么可以打人呢宝宝 话虽是这么说的 却没半点责怪的意思 打得好 宝贝儿子 她说妈妈 她是坏女人 狗蛋说着还要勾过去开打 我赶紧把她抱得牢牢的 王熙也是被惹恼了 言语间就要上前和狗蛋理论一番 沈宴却率先把我们护在身后 王熙 你是人民警察 我希望你以后注意自己的言辞 她这话说得不留情面 冷硬的背影一如往前 被心爱的人这样说 王熙也忍不住了 当下捂着脸就跑出去了 沈宴回头摸摸狗蛋的脸 话却是对我说的 以前那么嚣张跋扈 这会儿怎么这么乖了 因为在你来之前我已经说完了 可能伤到她了 那你呢 什么 她直直地望向我 黑亮的毛子里是我读不懂的情绪 伤到你了吗 我顿了一顿 随后捂住狗蛋的耳朵 没有 她说的也是实话 她沉默 也许是不解从前不可一世 容不得半点委屈的大小姐 如今怎么这般逆来顺受了 但我知道我已经无力去计较那么多了 遇到沈宴 我总是不像自己 谢谢你 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说着就要往外走 沈宴却眼疾手快地从我怀里把狗蛋抱过去 迎上我困惑的眼神 沈宴一脸坦然 你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我怕你摔了孩子 我低头看看自己七厘米的高跟鞋 这个高度我还是可以驾驭的 那你把它放地上自己走就行 不 我要沈叔叔抱着我 狗蛋耍来般地搂住沈宴的脖子 小短腿也牢牢地攀附着她的腰 狗蛋 我真是累了 儿子大了都不听话了 走吧 我正好下班了 我这才注意到沈宴已经换下了警服 只穿着一个休闲白T的她 倒真像是个才毕业的大学生 再看我 明明比她小 沾她身边倒像是个包养小白脸的富婆姐姐 我不说话 跟在这对父子身后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你想吃什么 嗯 我有说要跟你一起吃饭吗 不理会我的错愕 沈宴把狗蛋抱上车后座 接着给我打开副驾驶车门 以赴你不上来不行的样子 我任命的上车 这才发现 沈宴的大具后座 竟然还安着儿童座椅 狗蛋正坐在上面啃着冰激凌 逍遥自在得很 注意到我的视线 沈宴轻身 给我系上安全带 暧昧的距离让我能清晰地闻到她身上熟悉的味道 是我之前给她买的香水 磕磕 我不自然地避开身子 注意下社交距离 沈宴却不以为然地邪逆我一眼 又不是没有更近过 我急忙捂住她的嘴 几年不见她脸皮怎么这么厚了 有孩子呢 沈宴嘴角勾起一个邪笑 她听不懂 我被她打败了 想结束这个话题 你车上怎么会有儿童座椅 给我儿子准备的 什么 我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 难道沈宴都知道了 你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 她递给我一张纸巾 这是以前装的 寻思有了孩子做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那你准备这么早做什么 心下放松一瞬 自然忽略了沈宴探究的目光 她阴色沉沉 这不也用上了吗 深感这个话题也不宜继续 我又转移到别的上面 那个 我们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妈妈我们去吃火锅 就你说 爸爸最喜欢的那家 狗蛋吃开心了 舔着嘴上的冰激凌 激情开麦 我的好儿子 你可以别说了吗 你爸爸就在这儿呢 愁欢宣 沈宴歪头示意一下 我想捂住狗蛋的嘴 但已经来不及了 对呀 对呀 沈叔叔你怎么知道 狗蛋眨巴着他那双 傻白甜的大眼睛 疑惑地看着沈宴 哈哈 因为叔叔也很喜欢 沈宴发动车子 看来你口味还挺相似的 我已经不想说话了 你们父子俩 请自行交流 一路无言 到了地方 沈宴率先去后座 把狗蛋抱了下来 比我这个亲妈还秤职 我认命地跟在她身后 这会正是饭点人多得很 即便如此 沈宴也定上了位子 还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吃 所以她一气冲了十年的VIP 记得当时我还笑着说 万一我们分手了怎么办 她要自己来吃十年吗 那时她少有严肃认真的看着我 她一字一顿地说 许清清 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那会儿我也天真的以为 这都是肯定的 只是物是人非 命运地安排始料未及 从回忆中抽身 正对上眼前一大一小的两张脸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不走了 呃 没什么 妈妈在想过会点什么菜 我随便搪塞过去 摸了摸狗蛋那张肉乎乎的脸 不得不说 她俩还是有些像的 只不过狗蛋大体一看 轮廓像我 但其实只要仔细琢磨一下 就会发现 她是翻版的沈彦 怎么不加香菜了 你不是说 没香菜的火锅不完整吗 沈彦说着 就挖起一大勺香菜 要给我加 我急忙护住了自己的碗口 我和妈妈吃一个碗碗 我不喜欢吃香菜 狗蛋又神助攻地开口 我真想下次出门 把她的嘴缝上 这孩子从小挑食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的 我善笑着开口 递给她一个眼刀 叔叔也不喜欢吃香菜 沈彦若有所思地看着狗蛋 眼神飘渺 但是你妈妈很喜欢 她还说 要把全世界都种满香菜 沈彦说到这儿 自己都笑了 也许想到了从前的事 美好的事 别说了快吃吧 肉都要老了 短短几个小时 我却仿佛过了几年 终于熬到吃完饭 我想让她送我回警局取车 这人却像是耳朵上装了顿甲 一路畅通无阻地回了小区 你这样我明天怎么去上班 我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 白烂似的邪腻探演 那我只能送佛送到西了 明天早上送你 沈彦撑着头看我 冷硬的线条 在灯光的照耀下揉合了下来 嘴角琴着淡淡的笑意 仿佛我们还在一起 还是一对的样子 随便你 怕再看下去 自己会先丢盔弃甲 我打开车门 就想去后面抱狗蛋 小兔崽子却死活拽着车座 不肯下来 许申 你要干什么 怒火一瞬间爆发 我喊着他的大名 就想把人拖下来 这肉团子平时劲儿就不小 此刻那股倔劲上来了 更是咬紧牙关不放手 煞时间杀猪般的嚎叫 回荡在整个小区 还是沈彦打破了僵局 她轻轻松松地 把狗蛋爆了出来 狗蛋是不是想要沈叔叔 给你组变形金刚呀 对 妈妈给我买了 但是她不会装 舅舅也不来找我玩 我只能看不能玩 小家伙一抽一抽地 全身子窝在沈彦怀里 小脸上布满了泪痕 看她这副可怜样 我也不舍得拒绝 只好把人带了回去 看着卧室里和谐的两人 我第一次怀疑 当年做的那个决定 我很爱狗蛋 我把我能给的一切都给了她 但我从来没想过 她是否也渴望一份父爱 我擅自剥夺了 他们父子俩的权利 我是不是错了 沈叔叔 你能当我爸爸吗 果然 这小崽子一会不看 就能语出惊人 我强忍住进去堵住 她嘴的冲动 继续在门外听墙角 我就是听听 好奇而已 为什么想让叔叔当你爸爸呀 沈彦的声音 因为 因为狗蛋觉得妈妈很辛苦 虽然叔叔阿姨都说 妈妈是富婆 有很多很多钱 但是我知道 妈妈照顾我很累 并且 狗蛋也想有个爸爸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有爸爸 我听得心口发酸 控制不住眼泪上涌的冲动 原来狗蛋已经长大了 她什么都懂了 睡着了 沈彦捏手捏脚地关上门 用气音回答我 到真有点好爸爸的样子 你 她有些犹豫地看着我 你和狗蛋的爸爸为什么分开 还能因为什么 感情不合呗 这个借口我已经对外说过几百次了 如今用起来 倒也得心应手 那你有没有想过 再给狗蛋找个爸爸 他这话说得直白 眼神也不再躲闪 直勾勾盯着我 倒把我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一看目光 壮死不在意地回到 不找了 谁会愿意给别人养孩子 本就是随口敷衍敷衍他 沈彦却认真了 我很喜欢狗蛋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考不考虑 就情复燃 沈彦什么意思 她还喜欢我吗 想和我在一起吗 晚上我罕见的失眠了 脑海里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话 还有那人认真的眉眼 第二天顶着一双大黑眼圈 一出门就碰到了沈彦 我严重怀疑她在这蹲了一夜 因为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早起了 就是想避开她 狗蛋迷迷糊糊地扒拉着我的衣服 却在看到沈彦的一瞬间精神起来 冲上前抱住她的大腿 想当当的大嗓门 没半点睡不醒的滋味 沈叔叔 沈彦十分给面子地抱起她 还兴奋地转了几个圈 看着在别人怀里笑得花枝乱颤的儿子 我真想问问 你还记得你的老母亲吗 走吧 沈彦的精神抖擞 和我的半死不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冷冷地溺她一眼 走 该低头时就低头 不负重望的 我在车上睡着了 在醒来时已经在公司楼下了 舒服地伸得懒腰 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还有个儿子 狗蛋呢 她上学要迟到了 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 已经八点半了 坏了坏了 都迟到半个小时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说着就要下车 车门却被锁死了 怎么也拉不开 你快开门啊 我要去送狗蛋上学 沈彦像她白痴一样看着我 等你想起来狗蛋就不用上学了 狗蛋呢 后座上空空如也 我已经送去了 看你睡得香就没叫你 额 一日傻三年 这都五年了 怎么还没缓过来呢 哦 谢谢呀 我尽量淡定地拨弄了下头发 在她打开车所的一瞬间 落荒而逃 身后传来似有若无的倾笑 我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地摸鱼 我如果不是老板的妹妹 季风一定毫不犹豫地开了我 大小姐怎么又愁眉苦脸的 季风递给我一杯咖啡 冒着热气腾腾的苦味 没事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出神地盯着拉话 难道是知道你哥哥要回来了 不知道 什么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爪子先脑子一步掐上季风 后者倒吸一口凉气 咬着牙掰开我的手 大小姐倒也不必如此激动 这两年 家里企业重心都转移到了国外 父母和哥哥也一并搬了过去 他们一直反对我回国 致力于把我绑回去 找个对象定居国外 这次我想都不用想 我哥就是来捉我的 我一把拽过包就往外跑 咖啡倒在地上 传来清脆的一声响 战争拉开帷幕了 一路火花带闪电地 赶到了狗蛋的学校 此刻正式放学的时候 一个个小萝卜头涌出来 我在门口一边找狗蛋 一边警惕四周 妈妈 熟悉的小奶音 接着狗蛋就飞扑了上来 无暇鸽子亲近 我把他抱起来 就打算跑路 同一时间 一道无比熟悉的奶音响起 许清清 假装听不到的样子 我紧抱着狗蛋 往车的方向冲 一步两步 还差一点点 命运的后博领被抓住 妹妹 这恶魔般伴随了我二十多年的声音 再次想起还是有一种命运般的掌控感 我认命地转身 哥 许一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往哪儿跑呀 许清清 我就是 想 开个车门 呵呵 许一不鸟我 看向我怀里的狗蛋 狗蛋 来 舅舅抱抱 舅舅 狗蛋完全是一个傻白天 跟谁都亲近得很 说话间就张开两个小肉胳膊 要投向他舅舅的怀抱 我眼疾手快地抱住他的腿 许一却拉住了他的胳膊 转瞬间电光火石 正当我俩僵持不下时 又有一只手伸了进来 掖住了狗蛋的 一脚 沈彦 你来干什么 你个大傻逼 果不其然 我哥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怀中的力气一瞬间加重 我只得松开手 也许是感受到了舅舅的怒火 狗蛋实相地进了声 窝在许一怀里 哥 许清清 许一的眼神 从沈彦转移到了我 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他 你忘了当年 哥 我紧急出声打断他 沈彦正一脸不明地看着我 哥 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 我近乎祈求地看着他 手死死地拽住他的衣服 呼 许是被我打败了 他长出一口气 随即一手拽着我 一手抱着狗蛋就要走 沈彦还是不知死活地想要上前 却被许一声呵斥止住 沈彦 她语气森然 没有半点面对我时的温柔 离我妹妹远点 说完头也不回地 拖着我就走 车上是久久地沉默 就连一向闹腾的狗蛋 都闭着嘴自己玩 什么时候 许一不疾不徐地开口 但只有我知道 这里面蕴藏着多大的风暴 许一是我的双胞胎哥哥 也是沈彦的好哥们 当初他俩同在理科班 我在文科班 可以说他见证了 我俩爱情的全过程 当年 若不是我苦苦哀求他 他一定会跑到沈彦面前 把他揍一顿 也是从那以后 他彻底与沈彦断了联系 用他的话就是 妹妹如手足 兄弟如衣服 除去偶尔的嘴见 许一是个合格的媚控 我不说话 许一冷哼一声 我警告你许清清 你不许再和沈彦联系 乖乖地带着狗蛋 跟我回美国 许一一回家就冲进卧室 拿出我的行李箱 一股脑地装东西 我跟在后面 他放一件 我拿一件 许清清 许一是真的生气了 他插着腰 努力平复自己的怒火 眉眼尽量温柔 狗蛋 你先去客厅玩一会 舅舅给你买个游戏机 狗蛋懵懵懂懂地 看到我俩 随即乖乖地点头出去了 门被关上 许一是真忍不住了 许清清 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 你忘了当年的事了吗 他妈妈根本不可能接受你 他也许知道这件事 但他做什么了吗 他什么都没 这么多年 你自己照顾狗蛋累不累 许一语调并不平静 却字字珠心 哥 喉咙像被什么情绪堵住 我说不出别的 别再跟他纠缠了好不好 哥真的心疼 许一上前握住我的肩膀 跟哥回去 爸爸妈妈都很想你 我 我不想回去 许清清 许一的温柔一秒破功 怒吼出声 哥 我想留在国内 我的事业也在这儿 狗蛋也在这儿习惯了 我喜欢这儿 就你那个事业 我完全可以给你搬过去 你可以在美国继续上你的搬 可是 停 那双与我别无二致的眼睛紧抓着我 你是舍不得这儿 还是舍不得 审验 我错开她的审视 物质低头 没有 你敢说没有 我 既然你想留 那也可以 许一拿出手机 你必须答应我的条件 哥你说 我保证做到 你说的 许一笑得神色不明 当天下午 我坐在小区楼下的咖啡厅 隔壁桌上是全副武装的 许一 没错 这次让我来相亲 美名其约 有人照顾我和狗蛋 她也放心 呵呵 只见帝恩赐落下 我拿着包就要走 她迟到了 许清清 来人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深色西装 气喘吁吁的仿佛才飞奔过来 我站定身子 挑下墨镜 世界如此渺小 我没想到 许一会把她的另一个兄弟介绍给我 当年许一 沈彦和随行 是学校有名的三剑客 而我 哥哥是许一 男朋友是沈彦 所以号称三剑客的边外人员 沈彦高冷帅气是校草 迷媚众多 我哥风流幽默前还多 前女友众多 至于随行嘛 她似乎是三剑客里存在感最低的那个人 仿佛加上她 只是为了凑个名字 但是我知道 他们三个的感情很好 随行是典型的寒门柜子 家境贫困 但温柔坚韧 是三剑客里面学习最好的一个 听说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 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只是 我哥为什么要把他介绍给我 他是想让我把他兄弟们包团吗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 他腼腆地笑着 比年少时 更多了几分成熟稳重 是吗 我还觉得 你更好看了呢 我笑着打去他 果不其然 他的脸染上了一层薄粉 从前去找沈彦时 就总是碰到他 一来二去 熟了也就时常和他开玩笑 他脸皮薄又温柔 总是被我惹得说不出话 红着脸 后来 后来沈彦不许我再去找他说话了 所以也就渐渐疏远了 如今再见 他倒是没怎么变 我哥 我斟酌着开口 随行却急忙打断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许一说 说他有些急于解释 额上都不满了薄汉 哈哈 你不用急 慢慢说 我被他这副样子逗笑了 给他递上一杯水 所以许一没跟随行说是相亲 只是好友聚会 实在摸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索性也松了下来 自我哥出国后他们也不怎么联系了 原来的三剑客如今竟都形同陌路了 随行 怎么哪都有你 我低下头 心里默念着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许清清 嗨 好巧 我跟沈焱是上辈子一起杀人放火了吗 怎么哪都能碰到 你们怎么在一起 他胡以沈氏的目光 越过我看向随行 满脸写着要解释 随行却并不惊讶 他目光冷然深沉地对视上沈焱 我跟清清许久不见 叙叙旧 叙旧 沈焱舌尖顶了一下塞 当年那种桀骜不逊的劲上来了 怎么 沈警官有何指教吗 是许易 万万没想到 三剑客十个多年的重聚 竟然是因为我 不知该开心还是难过 气氛一时间胶着起来 三个大男人都站了起来 一米八多的几个大哥 把我围了起来 成了咖啡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怎么办 显得我好有本事 我拉拉许易的衣服 希望他能冷静冷静 后者低头逆我一眼 随即以眼神封口 许易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可以看出 沈焱脾气也上来了 面对当年的兄弟 他心情复杂得多 好好说话 怎么 我现在说话 沈警官都听不懂了 论阴阳怪气 我哥排第二 没人当第一 许易 就如你所见 我把我的好兄弟 介绍给我的亲妹妹 他们俩正在相亲 沈警官不会连这种事都要管吧 从没有任何一刻 比现在更想钻地缝 相亲 你明知道我和清清 你还做这种事 沈焱气急了 连称呼都变了 我有一瞬间的错愕 他好像 还是当年那个爱吃醋的少年 呵 沈焱你在这眼给谁看呢 许清清这个大傻逼吗 我告诉你 我妹妹单纯 不代表我也傻 许易向前两步 指头顶着沈焱的肩膀 一下一下 我妹妹也是我们家的 掌上明珠 金枝玉叶 你不珍惜 自然有人会珍惜 我们家高攀不上你家 所以 拜托你就高抬贵手 放我这个傻妹妹一马 许易话虽谦虚 可动作语气 都是满满的咄咄逼人 她一直以为 当年她妈找我这件事 沈焱知道 所以对她是满腹的怨气 但我明白 沈焱并不知情 因为我了解她 所以我对她是满满的愧疚 许易你这话什么意思 当年难道不是 许清清抛弃我吗 沈焱脸憋得通红 她从这话里 嗅到了丝不一样的味道 难道当年的室友 沈焱 一直未曾开口地随行 及时吼住沈焱 拽住我的手看向她 沈焱 你和清清已经是过去世了 你说过的 你从不吃回头草 我愣在原地 看着沈焱的目光 有迷茫 不可置信 伤心 但我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我没有立场质问她 清清 沈焱想再说些什么 许易急事上前拉住她 扯着脖子 把她往外拖 随行 带我妹走 话落手上力道加重 随行牵着我跑了起来 身后纠缠的两人渐渐远去 直到坐上了随行的车 我才反应过来 回神后 脸上传来冰凉的触感 我副手一摸 为什么会哭呢 不是早知道不可能了吗 心里想笑 嘴角却怎么都扯不起来 手边递过来一张纸巾 随行并没有看我 手别扭地伸过来 我接过闷声道谢 车子没有目的地行驶着 我不开口 随行也不说话 一时间陷入寂静 是不是很可笑呀 没有 没有吗 爱一个人爱了十年 就是忘不了 我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了 但真的听到的时候 还是有点伤心 随行茉莉会开口 声音有些尖色 这不怪你 爱一个人 哪有那么容易忘记呢 她这话说得飘渺 也许她也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后来我们都默契地不再说话 一路无言地到了家 狗蛋放暑假了 我所幸也休班在家和她玩 只是这陪玩的着实有点多 许一是住在这儿 白天静也不出去 整天陪我们娘俩宅在家里 沈彦和随行也是三天两头地往这儿窜 三人还是不怎么交流 只有许一和随行偶尔聊几句 沈彦和她俩谁都不说话 不过这倒是乐了狗蛋了 从前只有我陪她玩 如今一下子来了三个男人 什么游戏玩具机器人源源不断地送 家里几乎是一刻也不清闲 我说 你们仨都不用工作了吗 天天泡我这儿算怎么回事 我嘴里咬着随行洗的苹果 口齿不清地开口 家里是做饭 洗衣拖地看孩子 什么活都被这三人干了 我天天在沙发上摊着 都快退化了 虽说还挺舒服的 怎么 有人伺候你 还不好吗 许一邪腻我一眼 手里不停地组着机器人 哥你这话就不对了 又不是我求你们来的 我巴不得你们一个两个都赶紧走 我还乐得个清闲 不要不要 我要舅舅和叔叔陪我玩 狗蛋撇撇小嘴 率先抗议 我一个苹果盒扔过去 完美地擦过它进到垃圾桶 好你个小兔崽子 是不是忘了谁是你的亲娘了 你要是这么喜欢他们 跟着他们去过吧 你娘我还能休息休息 我本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小子却当了针 眼睛一瞬间亮起来 真的吗妈妈 我会想你的 我想跟沈叔叔一起过 怎么 是随叔叔对你不好吗 为什么要跟沈叔叔呢 随行一直都温柔 对待狗蛋更是有耐心 只是这小子不太吃这一套 一直跟沈延亲 嗯 狗蛋苦恼地挠挠头 似乎在想一个不伤害随行的说法 因为我想让沈叔叔当我爸爸 一句话让四个人沉默 还是许一先开口 不可能 她声音冷硬 把手里的玩具往地上一放 明显的风雨欲来 狗蛋却还不知死活地激情开脉 为什么不可以救救 没有为什么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再说就不要玩了 狗蛋被许一吓了一跳 小脸皱成一团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但许一却没有放过她的打算 狗蛋我跟你说 谁都可以当你爸爸 就是沈延不行 并且等你暑假过完 我就带你和妈妈回美国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许一把她的头掰正 企图让她直视这个事实 只是我们都没料到 狗蛋的反应如此之大 不等我开口反驳的这个小崽子 就一口咬在许一禁锢住她的手上 随后哇的一声哭出来 我不要回去 我讨厌舅舅 小身子以前所未有的灵活程度 冲出了许一的怀抱 朝着门口跑去 沈延刚好那回回来 还没来得及关门 狗蛋就趁那个缝钻了出去 狗蛋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住了 身体下意识地往外追 她坐了电梯 我们为了快 只能跑楼梯 下去时刚好看到她奋力奔跑的背影 夏天的太阳 把路烤得滚烫 没穿鞋的我也顾不得脚底的灼热感 一个劲地往前赶 狗蛋 不要跑 我了解她 倔脾气一上来 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和沈延一个样 眼看着她已经跑到了马路上 正好是绿灯 急迟的汽车 看得我心下一惊 狗蛋 耳边一瞬间安静下来 一切感官都被屏蔽掉 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跌跌撞撞地跪到地上 抱起小家伙 肉乎乎的身子 狗蛋 你不要吓妈妈 你醒醒 车主行人们围成一圈 但我已经看不清人了 只能无助地捂住她出血的腹部 轻轻 别急 救护车要来了 是沈延 她抱着我摇摇欲坠的身子 连同狗蛋一同捐在怀里 怎么办 沈延 救救她 我嘶哑着声音看向她 仿佛她就是我唯一的救赎 轻轻 你冷静一点 沈延目光挨切 她什么也做不了 对呀 她能做什么呢 我冷静不了沈延 她也是你的儿子 沈延瞬间正愣住了 她撑着我的身子在发抖 瞳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 她想张口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救护车终于来了 沈延从我怀里接过狗蛋跑过去 徐姨扶着我的身子一同上了车 我看着她那么小小的身子 躺在救护车的床上 苍白的小脸毫无血色 心痛得仿佛要碎开 医生我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她 她还这么小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般往外涌 我却毫无知觉地 只会重复这几句话 医生安慰地看了我们一眼就进去了 徐姨上前想扶住我 被我一把推开 都怪你 都怪你 你走 我不想看见你 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 但我却自私地想要找个宣泄口 徐姨也是一脸懊恼 悔恨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手术室的灯一直亮着 我哭得脱了力 只能依偎在沈延怀里 此刻那盏灯就是我的全世界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 我第一时间迎上去 死死拽住她的衣服 我大概知道自己此时的样子有多吓人 但凡她下一句不是想要的答案 我都有勇气血溅当场 孩子已经没事了 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行 谢谢 谢谢医生 我再也支撑不住 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天亮了 窗帘拉着薄薄的一层 洒进来温和的阳光 心里第一时间就想到狗蛋 我想下床 却发现手被人人紧紧握住 许事感受到我的动作 沈延揉着眼睛抬起头 下一秒 手心传来更紧的禁锢 轻轻 我 狗蛋呢 实在没心情听她说别的 我现在只想看看狗蛋 沈延明白 我的心情也不再多说 狗蛋没事了你放心 她已经醒了 其实昨天 她晕过去应该是被吓的 路口车的速度不快 伤口不深 呵 她不是你养大的 你不心疼 我急于找个宣泄口 也不顾及出口的话有多伤人 即便知道她是在安慰我 我还是说了 沈延停顿一瞬 抿了抿唇 我知道 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狗蛋 是我们的孩子 你 她似乎在苦恼斟酌 怎么说 我及时给她接上 我怎么不告诉你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能做什么 我会娶你的 你知道的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她眼尾发红 握着我手心 浸出一层薄汗 我把她的手掰开 声音冷而淡 我们已经过去了 你走吧 我想静一静 当年 沈延 我直视着她 当年离开是我对不起你 如今已经五年了 你应该也放下了吧 即使狗蛋是你的儿子 我也不可能把他给你的 我们 就此别过吧 以后互不打扰 我的声音冷静得吓人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几句话出口有多难 手背落下一滴滚烫 我有些惊讶地 抬头望向她 沈延眼底满是红血丝 下巴冒出了一些胡茶 是我从未见过的狼狈 许青青 你不能这么对我 她好像也说不出别的话 只是用那双好看的桃花眼 以一种绝对悲哀的神情看着我 我无法直视她 只得错开视线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走吧 我再也不会放手了 她松开手 目光沉沉 我们不死不休 身上的立仪瞬间泄静 我任由自己 陷在柔软的被子里 闭上眼都是沈延悲怯的眉眼 我没想到 她会来找我 看着这个比以前苍老许多的女人 我说上来是什么感受 有事吗 实在是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我冷得声音开口 你 还好吗 她声音干涩 已然没了当初见我时的盛气凌人 我不知道是什么 让这样一个心高气傲的贵妇人 如此低声下气地跟我说话 我很好 你有事吗 我 她有些局促地笑了笑 两只手搓来搓去 想跟你道歉 我还记得当初您说我这种人是不配跟您家攀亲戚的 如今怎么想起来 找我道歉了 被我如此不留情面地说她也没有丝毫怒色 只是染上了些许羞愧 轻轻 阿姨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 当年的事是我不对 但这一切都是我的一意孤行 沈彦是绝对不知道的 她说到这儿有些急迫 眼眶毫无预兆地泛红 我没有说话 任由她继续 当年你离开后 沈彦就颓废了 她不出门 把自己锁在你们的房子里整日喝酒 后来 她把自己喝到胃出血 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眼泪速速地往下落 我犹豫着递上了一张纸巾 我跑到医院去看她 我说你难道没了许轻轻就活不了吗 她哭着跟我说对 我活不了 我沈彦没有许轻轻活不了 她想死 真的 那时候我就后悔了 我后悔拆散你们 我想去找你 可是你已经走了 我不敢和沈彦说 我怕她会怪我 我看着这个容颜不在的女人 心底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我恨她让我和沈彦分开 但我也恨那个懦弱的自己 心底复杂得很 我实在说不明白 病房内只有女人嘀嘀的哭声 硬着落在床上的那片阴影 显得很是悲凉 所以 这就是你离开我的原因吗 沈彦 沈彦站在门口 不知道来了多久 她脸上的震惊 深深刺痛了我的眼 我低下头不敢对视 儿子 是妈妈对不起你 当年是妈妈用许青青父亲去威胁她离开你 妈妈知道错了 她声泪俱下地阐述着自己的后悔 却在触及沈彦的目光时 无助地闪开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这五年你过得有多苦 妈妈的心就有多疼 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我后悔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爱她 那我一定不会 我们都不开口 她自顾自地说完后 拿起手包看着我 轻轻 真的很抱歉 但我不希望你们 再因为这些误会而错过 我以后会自己过 绝不打扰你 但我请求你 再给沈彦一个机会 她真的很爱你 从头到尾 她都是一个深爱儿子的母亲 我无法智慧什么 只得在她祈求的目光中 缓缓点了点头 她也许是笑了 然后出去了 经久的沉默 让我有点吃不消 沈彦却固执得一动不动 她还维持着刚才进门的姿势 那双好看的桃花眼 却满是空洞 狗蛋恢复得很快 自从这小子 知道沈彦是她爸爸后 就直接改口了 因为照顾她这个病号 我们都不与她计较 就连许役都默许了 还一个劲地买东西 弥补她的大外甥 出院那天 他们三个都来了 沈彦这几天沉默得可怕 一对上 我的眼睛就一开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爸 你为什么不跟我和妈妈住 妈妈晚上睡觉 害怕还要我陪她 你回来了 我就可以自己睡了 狗蛋眨巴着她的大眼睛 小肚子上蒙着一层白纱布 在沈彦怀里 乖巧得很 此话一出 我们都有点尴尬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沈彦想了一会儿 摸摸她圆圆的脑袋 因为爸爸做错事 惹妈妈生气了 如果 她看看我又转回头去 如果妈妈肯原谅我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住 妈妈 那你快原谅爸爸 狗蛋又拽着我的胳膊 摇来晃去地撒娇 对上沈彦的目光 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磕磕 看你爸爸表现 沈彦文言 眼睛煞事亮了起来 一扫这几天的阴霾 徐义虽说知道了 当年的事与沈彦无关 却也对她颇有怨气 阴阳怪气着开口 狗蛋 好男人有的事 你不用非得抓着这一个当爸爸 舅舅再给你介绍 哼 狗蛋狠狠地瞅她一眼 不要 我就要沈叔叔当爸爸 哥 你就别惹她了 我邪逆她一眼 许一不甘心地又转身收拾东西 随行始终一言不发 只默默地收衣服 我知道 她有心事 预料之中的 随行找上了我 我应约来到餐厅 她坐在窗边沉静安然 一如当初那个温柔坚韧的少年 来得挺早呀 我放下手包落座 随行笑着招来适应声 也不能总是迟到 反应过来她说的是咖啡厅那次 我调笑着开口 我都不记得了 大律师记性就是好 随行递过来菜单 修长的手指正给餐巾打结 甚至赏心悦目 有些东西 很难忘 点好菜 气氛一时沉默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 我只能低着头搅手指 许清清 这不是她第一次叫我名字 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珍重 你知道吗 我其实比沈彦更早认识你 也更早喜欢你 我有些正愣地抬头 正对上她略带自嘲 深不见底的黑眸 我们认识了十年 我也喜欢了你十年 我时常在想 假如当初我更勇敢一点 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 会不会现在的我们 早已经结婚生子了 甚至当初从许一口中得知 你和沈彦分开 我也卑劣地开心过 她说到这儿 心不在焉地笑了笑 拿起酒杯一眼而尽 那时我就在想 也许等我更优秀一点 更好一点 与你更般配一点 我再来找你 也许我们会有更好的缘分 但是 我输了 我永远比不上沈彦 事实就是那十年 我从未在你的世界出现过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懦夫 十年 一辈子 再也回不去了 她一直是个安静内敛的男生 每次见到 我会害羞地笑 听我说话时 认真专注 语举的话和事 她都没有做过 我竟丝毫都没有察觉到 她摘下眼镜 眸色沉沉地看向我 又好像透过我在看向别处 如果27岁的随行 遇到17岁的许清清 一定会勇敢地说我爱你 但是17岁的随行没有勇气 所以 今天我想替17岁的随行 和你说一句 许清清 17岁和27岁的随行 很爱你 她笑着笑着就哭了 眼泪混着眼角的笑纹流下来 我不知道她释怀了没有 但这么热烈沉重的爱意 我很抱歉 给不了任何回应 随行站起来戴上眼睛 仿佛刚才的失控 只是假象 她望向我身后 沈艳 别给我程序而入的机会 她没再看我 转身离去 我带着亚裔回头 沈艳穿着我当初 给她买的卫衣 上面还印着我的手写字 此狗有主 什么呀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不可否认 我还是爱着这个男人 爱了十年 她手捧着一束向日葵 是我最爱的话 轻轻 十年了 你是我从一开始就认定的人 也是我此生最不想放手的人 因为种种 我错过了你的五年 也错过了狗蛋的五年 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 不管未来怎样 我都想牵着你的手走下去 她单膝下跪 从背后掏出一个戒指和打开 这枚戒指 我五年前就想给你 虽说她已经迟到了 但我还是想问问你 你愿意再给我个机会吗 眼前的少年 是我爱了十年的人 是我甘愿为他生儿育女的人 是我曾以为 此生再无可能的人 幸得命运眷顾 兜兜转转 你还是我的 我很荣幸 沈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